奉读经文 约翰一书四章一至三节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誓言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阿们 今天是主任牧师约翰一书讲解第29篇正道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所有支教会的圣徒们 支圣殿的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网络同餐礼拜的所有圣徒 其先电视观众朋友们 在约翰一书四章 一至六节记载了分辨灵的方法 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 有出于神的真理的灵和 不出于神的黑暗的灵 故作警戒 叫圣徒们务必灵理警醒 不要受迷惑 首先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誓言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总要誓言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灵分为出于神的灵 即光明的灵 和与神对抗的出于黑暗的灵 仇敌魔鬼撒旦 鬼 龙和他的差异 均是出于黑暗的灵 再说一遍 仇敌魔鬼撒旦 各位祷告的时候常说 仇敌魔鬼撒旦啊退去吧 就是出于黑暗的灵退去 经商记载了仇敌魔鬼撒旦 鬼 龙和他的差异 并说到掌管空中权柄的邪灵和他的使者们 邪灵就是指他们 龙有四只 龙和他的使者 就是出于黑暗的灵 光明的灵 即出于真理的灵 各位现在是属光明的灵 还是属黑暗的灵 是属真理的灵吗 包括属神的天君天使和基路伯 光明之灵 光明之灵即出于真理的灵 包括属神的天君天使和基路伯 真理的灵 即创造天地万物与人类 掌管历史 有实行审判的 唯有神一位 当我们恳切祈求时 能赐下应允 与祝福 又赐予我们永生的 也唯有我们的神一位 出于黑暗的灵 不仅无法给人带来生命 连他们自己也得不着生命 结果走向死亡之路 只要耕作人类欺满 就要照着审判 永受刑罚 但是黑暗的灵得到权柄 在工作人类期间 可以把属肉的人 引诱到死亡 因此 他们也可以做灵理的事 欺骗属肉的人 去迷惑他们 欺哄人们相信 除了上帝以外 还有别的神 能给予生命和祝福 他们也值得受人敬拜 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中说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 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这句话不是指拜偶像 或者不信神 等显然活在黑暗中的人 不是叫我们试验 拜偶像的人 是不是出于神 是出于黑暗 还是出于光明 因为他们就是出于黑暗 还有不信神的人 自然是出于黑暗的子女 他们出于黑暗 因此 这句经文不是叫我们试验这些人 他们确确实实不属于神 就没有必要试验他们 如果各位的家人既不信神 也不出席教会 有必要试验他们是不是出于神 是不是属光明吗 没有必要 因为他们就是出于黑暗 在主题经文中说 你们不可都信 是叫我们分辨 那些口称属乎光明神 却被出于黑暗的灵操控的人 我们大家都领受了出于神的灵 人受造为灵魂肉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的身体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自从亚当犯下摘吃善恶果的罪 他和他后裔的灵全都死了 但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 进而领受圣灵 以死的灵便会重生 我们既已信主 从此出于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 然而有些人说是信神 又领受了圣灵 但他的灵却并非处于神 反而被处于黑暗的灵所控制 因此各位一定要学会分辨灵 懂得分辨自己是不是属黑暗的灵 领受圣灵名字记在 生命册上的神的儿子 应该显出领受圣灵的证据 可领受圣灵的人总是犯罪 始终发脾气 犯情欲的事 亲怀一念犯奸淫 如果是领受圣灵的神的儿女 光明的儿女 万不可能这么做 正如约翰一书所讲 神的儿女不可能犯罪 然而领受圣灵的人 却没有领受圣灵的证据 始终犯奸淫 心怀一念 犯至于死的罪 这说明没有领受圣灵的证据 作为万君之一和华 圣洁慈爱 无瑕疵 无玷污的神的儿子和女儿 怎么能犯这些罪 何况神查看我们的所有一切 救主耶稣为我们流血 背负十字架 头戴荆棘棺 挨了鞭伤 背枪扎入肋旁 双手双脚背钉 如果知道耶稣为了代数我们的罪 所付出的这一切 怎能犯至于死的罪 领受圣灵的人 却不可能这么做 有的人 迎接耶稣基督 领受圣灵之后认罪痛悔 还有领受圣灵的体验 疾病得治 因为蒙恩深受感动 不论是祷告还是礼拜都喜乐的参加 就是有这些领受圣灵的体验 与神之间起初的爱活着的时候 但不知从何时起 又开始沉迷世界 犯罪作恶 尽管如此领受了圣灵 但圣灵的感动还是被消灭了 因为总是与黑暗为友 犯罪作恶 至于死的罪不能做 可还是屡次反复 结果圣灵的感动被消灭了 这种情况不可能显出领受圣灵的证据 因为圣灵的感动已经被消灭了 所以感受不到从神而来的恩典 也不能得获信心 仅剩下以前听过的真理之道 明知不该 却还是犯罪作恶 明知这是至于死的罪 却还是犯罪 各位一定要懂得分辨这类人 还有礼拜十经常犯困疲惫 不想祷告总感觉倦怠 有些人说是领受了圣灵 但他的灵却并非出于神 反而被出于黑暗的灵所控制 借着约翰一书讲解 我已经多次提过 在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当时 初代教会有很多异端 否认三位一体神 用狡诈的手段 篡改福音的人群潜入了教会 在这里 使徒约翰再三告诫圣徒们 千万不要受这类人的迷惑 其实黑暗的灵不单单灌输异端思想 他们千方百计要引诱圣徒们 陷入罪孽深渊 在教会里面设置试探圈套 比如有一个人曾被神的恩典所充满 领受了说预言或看异象的恩赐 然而他因着私欲逐渐失去了这个能力 反而开始受撒旦的操控 这一类型的人会组织 随从他们的团伙在教会内 发动不散分歧 也有人是图着从圣徒们手中 获取物质上的利益才来到教会 他们有意靠近 看似手头宽裕的圣徒 和他讨好交情后 在他面前说 有一个不错的生意 然后诱惑他合作发财 或者欺骗说 若借他一笔资金 回头能还他高额利息 他们用花言巧语来欺诈对方 把自己的诱惑 说得像是神在做工一般 这种机会难得呀 弟兄 您一直认真过向生活 神现在通过我为您敞开这条 祝福通道 怎么能把这么好的机会 留给世俗的人 我倒更愿意介绍给主内的弟兄 蒙受祝福 说这一番话当作诱饵 使用这种圈套迷惑人 是因心里的私欲和贪欲而欺诈人 而受迷惑上当的人 也中因是贪欲发动所致 私募成就圣洁 又不住祷告的人 尽管出于黑暗的人 要迷惑他也用真理来分辨是非 主题经文第一句是 亲爱的弟兄啊 经文中 亲爱的弟兄这一称呼 专着那些有信心 又按真理而行的圣徒 也就是说 有关分辨灵的道 不是说给出信徒 或信心软弱的圣徒听的 而是对有信心的工人的叮嘱 有信心的人要不住地祷告 在圣灵做工下 时常保持被圣灵充满的警醒状态 还要常常分辨出 还要常常分辨处于黑暗之灵的人 有没有潜入教会 也就是要对照真理进行检验 还要随时查看软弱的圣徒们 用真理之道教导他们 绝不受迷惑 各位圣徒 在主题经文一节后半节说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先知的主要角色是领受神的旨意 传给百姓听 传讲神的旨意时 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 要完全如实地说出来 意思是千万不能在自己的意念当中 篡改神的道 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要完全如实地说出来 不可加添一句 要如实地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加添一个词意思就变了 真正的先知 即便在他传讲神的旨意时 受到逼迫 甚至被处死 还是如实地传达 那么谁是假先知呢 明明不是神的旨意 却把他说成是神的旨意 来传给百姓听 并进行迷惑的人 他们为了讨好人 从中获取个人利益 就打着神的旗号说假预言 举一个例子 《猎王记》上22章记载着 北以色列王亚哈在争战前 招聚众先知的场面 他让那些先知说说这场战争中 神的旨意 约有400名先知一口同声地说 他必然获胜 唯独米盖亚先知一人预言说 以色列必定战败 预言战败 米盖亚得知那400名先知 被谎言的灵控制 亚哈王即便听完米盖亚的解释 却恼怒他说以色列会战败 于是把他囚禁监理 就算把米盖亚囚禁监牢 真与假的结果依然不会改变 最终以色列军战败 亚哈王战死 米盖亚的预言都如实应验了 尽管真先知说出真实的预言 常年作恶敌对神的亚哈王却自作自授 措施了一条生路 此外 以色列史记中 频繁出现众多假先知 宣告假预言 当以色列百姓违背律法 去拜偶像时 神接连不断地拆遣真先知 警告他们必有审判 催促他们都来悔改 然而那些假先知对抗神的旨意 向犯罪的百姓宣告平安与祝福 临到灾阳明明就是因为 没能得到神的看顾与保守 他们却对百姓说 你们不用担心 今后会有平安 说这种与神的旨意相反的假预言 以色列随从这些假先知的结局 就是受到审判 遭致灭亡 各位圣徒 以色列王和百姓 为什么分辨不出假先知呢 因为他们心里已经没有意愿 想要悔改罪恶 悔心顺服了 要想分辨哪句话是真 哪句话是假 就要对照真理之道 神的律法 但是喜欢随从贪心 私欲的人 其属灵的眼睛早已被蒙蔽 他们听不散私欲的 假先知的预言觉得甜蜜 听宣告真理的 真先知的预言都觉得苦口 不去分辨 那是否合乎神的真理之道 却爱听满足个人贪欲的话 自己喜欢听的话 因此就被迷惑 在耶稣那个年代也有这种假先知 他们就是和耶稣作对的祭司长和律法师 他们虽然没有使用先知这个称呼 但被黑暗的灵操控 教导人们与神的旨意相反的是 他们的地位和职任是研究神道 并且教导百姓 然而他们对神的心和旨意 不关心 总是忙着保住个人利益 认识很多神的道士 神学博士 学习了很多神学知识 越是这样的人 更需要注意 为什么 学得多 不表示就能解析圣经 也不表示能参透灵界 反而与灵界渐行渐远 为什么 学习得多 积累了很多世上的知识 然而灵界不是靠世上的知识 可以参透相信的 世上的知识越多 灵界不是靠知识参透的 唯有一祷告 靠圣灵的感动感化充满 才能参透 意思是不能靠自己积累的知识 和学问参透灵界 耶稣彰显那么多神迹奇事 他们从不寻求神的旨意 只考虑自己的立场 2000年前 耶稣生活的时代 大祭祀长 祭祀长 律法师们不计其数 巴利塞人也是数不胜数 长老也是 旧约圣经能倒背如流的人 难以计数 但是他们认出救主耶稣了吗 没有 然而不住祷告的人 一切恶事进阶不作 良善的人 认出了耶稣 女先知看到幼年的耶稣 便认出祂是救主 不在于知识冤伯 或圣经倒背如流 也不在于西伯来语圣经 希腊语圣经背得多好 关键是在圣灵中祷告 心里没有恶成圣 获得圣灵的感动感化和充满 才能听到神的声音 主的声音 圣灵的声音 唯有这样才能分辨 甚至当耶稣将已经死了四天身体 身上发臭的拉萨路 从死里救活的时候 也是如此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八节说 基斯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工会 说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若这样由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 以正常人的逻辑 一个人倘若遇见了这么惊人的事件 里当要先探索 蕴含在其中的神的旨意是什么 还要思考 耶稣究竟是何等人物 竟然领受这么大的全能 可他们毫不关心神的旨意 只担心自己目前享有的稳定的地位 和既得利益会不会受到威胁 最后为了除灭耶稣 他们煽动百姓将无罪的耶稣 交给人定十字架 当时愚昧的百姓跟着假领袖起哄 结果遭受了历史上不堪回首的大灾难 各位也应该知道 祭司长、大祭司长、法利塞人、长老等 将神的话与道背如流的人 也没有认出耶稣 耶稣救活了已经死了四天 身上发臭的拉萨路 良善的人一定对耶稣屈膝跪拜 就算自己是大祭司长或祭司长 这与职分无关 看到这样的神迹其实都因屈膝跪拜 请饶恕我论断你定罪你 你真是神差来的 要这样承认耶稣 为什么 因为耶稣救活了已经死了四天 身上发臭的人 这说明他是谁 他是神或者是仅次于神的 又或者是神差来的天上的使者 所以才能救活已经完全死去的人 在这地上创世以来 没有人行过这样的神迹 在以色列知道律法的人那么多 可即便是博士也没有行过这样的神迹 可这位耶稣却行了这样的神迹 他们差遣仆人确认是否果真如此 得到汇报 耶稣确实救活了已经死了四天的人 既然得到证实 就应当屈膝跪拜 悔改自己的过错 可他们反而图谋捉拿耶稣并杀死他 看那以后的历史照他们说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这句话 不单单是他们个人 连他们的子孙也遭受大屠杀和严重的逼迫等 经历苦难岁月 纵观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历史 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数百万犹太人吃身露体被屠杀 正如耶稣吃身露体被钉在十字架一般 这是因为他们的祖辈说了这样的话 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照着这句话应验了 各位圣徒 挑唆假先知的黑暗的令 至今还在迷惑众圣徒 主复活生天后 圣灵临到了每一个神的儿女里 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 通过神的灵 及通过圣灵做工 有了得救的确信 能够相信且明白神的旨意 还有各样的恩赐 但主题经文告诉我们 不要都信 口称领受神的灵的人说的话 要先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灵 不是 在这里说试验不是叫人挖陷阱 或设置圈套 是叫我们查验 他们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神的真理之道 即是否照神的话语而活 意思是查验他们是否活得良善 单单在语汉一书 这一卷经文中 就已经明确记载了分辨灵的标准 他作为主的心腹 是否过圣洁洁境的生活 是否遵守神的诫命 他住在光明之中吗 爱神吗 爱弟兄姊妹吗 从这些方面检验他的言谈举止 能够分辨出 他领受的灵 是不是出于神 其中最重要的分辨标准是 他是否承认 2000年前将是为人的耶稣基督 是人类唯一的救助 这是分辨的第一个标准 有的人虽然承认 但还是会犯罪 所以不能单单以这一条进行分辨 如今出于神的灵 即圣灵 最大的做工 就是引导我们相信主 从而得到救 相反出于黑暗的灵 最大的作为就是 篡改拯救之道 迷惑人们否认基督 我们叫他为敌基督的灵 主题经文第二节至第三节前半节说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前一节中提到 一切的灵不可都信 总要誓言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其判断标准就是神真理之道 仅仅读约翰一书一卷书 即可获知相关的衡量标准 身为主的心腹要警察 行事为人是否圣洁纯正 是否遵守神的诫命 各位身为主的心腹 行事为人是否圣洁纯正 遵守神的诫命了吗 还是没有遵守呢 这不就是信心吗 因为相信所以遵守神的诫命 神说不要厚人 不要恨人就弃掉憎恨 不要嫉妒 不要论断定罪 不要犯奸淫 离弃掉饮念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这些诫命都要遵守 但是也有人不遵守 更何况有的人还在行至于死的罪 这样的人不能称为基督徒 圣经上多处有记载 神的种存在他心里就不犯罪 各位主仆人 长老 工人 犯了至于死的罪的人 思考一下 经上说神的种及真理 存在我们心里的话 就不能犯罪 犯了至于死的罪 就算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例如发脾气 通过经常祷告悔改 随着时间的流逝 罪逐渐稀释 最终离弃掉 然而明知是至于死的罪 却还是礼教不改 那所谓信神爱神的话 不就是谎言吗 这就是说谎 身为主的心腹 行事为人是否圣洁纯正 是否遵守神的诫命 是否行在光明中 不是黑暗而是光明 爱神并爱弟兄吗 是否爱人如己 第一爱神呢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圣灵的果子 爱偏八福 都可以作为衡量标准 对照人的言行 就可分辨此人是否领受出于神的灵 其中最为关键的标准是 本文所提及的 是否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正如前面针对三章二十三节的讲解中阐述 论到人 认耶稣基督 其中包含着很多意义 不仅相信耶稣道成肉身 将是为人的事实 也相信耶稣道成肉身的缘由 乃至整个救赎的旨意 就是承认并相信 创造主神的儿子 耶稣披带肉身降到人间 耶稣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用爱完全了律法赦免了我们全罪 为什么赦免了我们的罪 为什么背负十字架 也爱完全了律法 这些都要知道 以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别无拯救 等整个十字架的道理 一定要承认这一事实 只有承认才能相信 相信然后才有行为伴随 相信就一定有行为伴随 没有行为就不是真信 证经上明确记载 没有行为就是不信 相信就一定有行为伴随 即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如果长老主仆人 牧师的信心是死的 那就离磐石还很远 尽管知道真理 但都是理论上知道 没有信心的行为 应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成就灵心却没有这样做 应该寻找丢失的神的形象 却没有寻找 所以不能进磐石进灵 始终心里怀恶 始终论断定罪别人 窃窃私语 受到指责就伤些难过等等 因为这些非真理和恶始终存在 欺骗说谎 不离弃神说当气的事 始终做当尽的事 不守当守的事 各位开车的人 凌晨因为没有警察巡逻 就无视红绿灯 急驰而过 这是法 这是法律 没有交警就可以违反吗 因为繁忙着急就可以违反吗 一定要遵守法律 之所以有法律 就是为了让人遵守 神所彰显的万事之前 所隐藏的奥秘 实价救赎的旨意 并非属肉的人靠自己有限的想法 所能理解并相信的 不过凡领受圣灵 一级领受出于神之灵的人 会相信承认耶稣是救主 因此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淤灼 在不信的人看来是淤灼的 十字架的道理 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 不是随随便秘而成的 万事一切所隐藏的奥秘 就是神的大能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说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世上的灵 从黑暗仇敌魔鬼撒旦来的灵 还有从神来的灵圣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领受了圣灵就赐我们信心 赐我们凡事相信的信心 因为相信所以遵行 行在光明之中 逐渐信心成长 就这样成为神的人 意思是因神的慈爱成为神的儿子女儿 反之 否认或者歪曲耶稣基督为全人类的救主之真理的人 就是领受了敌基督的灵 但在此要有个明确的分辨 脱离真理的人并非都是敌基督的 一定要分辨清楚 脱离真理的人并非都是敌基督的 前面提到信神就是遵行他的诫命 活出神光明之道 各位遵守诫命 活出神光明之道的人 都是信神的人 信主的人 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 信耶稣基督是救主 就是相信主代受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 我们的罪得以洗净 因此活出神光明之道 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 信神是我们的父 成为天国的百姓 如果犯罪作恶 就不是天国的百姓 也不是神的百姓 子女 各位年轻人也思考一下 各位神 各位是神的儿子女儿 如果我问各位是神的儿子女儿吗 大家会怎么回答 当然都会回答阿门 如果不是神的儿子女儿 就是仇敌魔鬼的儿子女儿 一定是两者之一 父母的儿子女儿 那是指生我的父母 现在说明的是在属灵上 各位到底是神的儿子女儿 还是仇敌魔鬼的儿子女儿 一定是两者之一 生我的父母 通过金子和卵子 生我的父母 那是肉身的父母 属灵的父母 则是两者之一 顺从出于仇敌魔鬼的黑暗的律法 偏做神命当尽的事 不做神命当作的事 就这样活在黑暗之中 神会对这样的人说什么呢 我的儿子女儿不可那样做 神会这样说吗 圣经上哪里也没有这样的话 经上说 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 顺从罪就是罪的奴仆 顺从仇敌魔鬼 黑暗就是仇敌魔鬼黑暗的奴仆 顺从光明真理就是神的儿子 希望各位今天懂得分辨 口称信神却活在罪孽中的人 从属灵的角度讲 也是属黑暗的人 他们不能分辨神的旨意 也不蒙神的保守 跟世人一样 终至现在试探患难中 若有主的仆人是这种光景 问题就更大了 瞎子领瞎子 两人同线坑中 他们就是灵里的瞎子 曲解真理 误导羊群 引入死亡 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必要受到严厉的责备 然而即使是这种不遵行真理 不以真理教导羊群的人 若是承认包括耶稣 道成肉身在内的 十字架救赎的道理 我们就不能称他为 敌基督的 他们只是没有信心 背逆神的人 领受敌基督之灵的人 须意曲解圣经的话语 正面反对抵挡圣灵 肆意亵渎和干犯圣灵 这样用文字来说明 觉得了然于心 但回到现实中就不同了 分辨敌基督之灵的时候 有时会碰到模糊不清的情况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使用这样的伎俩 不正面否定神的话语 而诡诈地曲解神的话语 来进行引诱 使徒约翰时代的异端 也用各种诡秘 朴测的论调 来否定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 如今也有用类似的手段 蛊惑信徒的异端 陆续出现 甚至自称救世主或神的 也不乏其力 如今自称救主 自称神的 仅韩国就有超过四十个 有的途中妄称 耶稣虽以救主的身份将士 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 未能胜任救赎的使命 于是神将另外一位救主 拆遣人间 还有的宣称天国不存在 还有的否认三位议题 凡宣传这些谬论的 都是否认主的异端 他们是被基督的灵所操控的 表面上看 他们似乎是信神的 讲的都是圣经的话语 但寻根究底 是在否认耶稣 道成肉身 救赎人类的旨意 亲爱的各位圣徒 第三节的后半节里 神针对狄基督的示例称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马太福音第24章里 耶稣论道末时的预兆 其中第四节至第五节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说 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照此预言 狄基督的示例 早在初代教会时代 就已经开始迷惑许多人 从那时到至今 已过了漫长的岁月 可想而知 这些狄基督的示例 在如今 这个灵力混沌的 被谬的世代 已是何等猖獗 直到七年大灾难来临 他们会继续繁衍滋生自己的力量 七年大灾难一开始 狄基督的示例 将会凝聚在一起 迅速掌控这个世界 他们率先迫害 未能被提的基督徒 强逼他们离弃信仰否认住 但有一种现象 我们值得注意 现在有的人 把圣灵活泼运行的教会 污蔑定罪为异端 或是狄基督的 这是出于他们灵力的 无知是抗拒神旨意的行径 他们凭着擅自设定 所谓真理的标准 论断 方言 预言 看异象等圣灵所赐的 恩赐为偏激的错误的 甚至把被圣灵充满 而机掌跳舞唱识 也定为异端 然而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 警戒这等人说 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这等人你要躲开 谁都不能肆意将那些 承认基督是成了肉身将士 并且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 以及圣经是 真神言与是绝对真理的人 定为异端 这等于是抗拒圣灵 给圣灵定罪 犯这样罪的人 若吕范布止 最终会被神厌弃 被敌基督的灵所捆绑 提到这件事 十分令人痛心 这是跟本教会相关的例子 有一个人 长时间诽谤本教会为异端 并且经常发表相关言论 此人否认三位一体的论调 一经公诸于众 自己反倒被定义为异端 我们应当以神的话语 为唯一的判断标准 明辨属灵的是 完全归属于神的灵 并且能够保守主内的弟兄们 不受敌基督的迷惑奉主的 圣明祝福各位圣徒都能 通过影像接受主任牧师 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疼痛不畏的人 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或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疾病的人 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在基线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支教会支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焚烧病 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结 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仇敌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静住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妇科病 皮肤病 假装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就父使 血儿麻痹 中风 关键炎 腰椎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行走 跳远 模糊的势力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 瞎子要看见 笼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啊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此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重使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 虚晃鬼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进入吧 祝福神赐予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从各种事故 在央中德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 就是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不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